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原因各异 但命中注定一生劳碌 下面我们从首相的角度来看看 哪些人是天生劳碌名 一 智慧线分叉 智慧线出现分叉 代表此人缺乏足够的思考力和判断力 对大局更是难以把控 智慧不高 想法却有很多 所以常常因为无法达成所愿而感到失望和苦恼 生活状态常常呈现混乱的局面 同时这类人对未来没有明确的目标和规划 做事也毫无章法 不懂得变通和创新 所以在事业上很难有所突破 这类人学习能力天生不强 对事物更是缺乏创造力 因而总是比他人慢一排 所以在一个团队中就显得特别格格不入 甚至屡次遭到他人的嘲讽和排挤 这就使他们越来越失去信心和动力 对待生活得过且过 一辈子都将难有大作为 二 事业线比较短 在相学当中 如果一个人的事业线比较短的话 说明在事业上往往很难取得成功 而大多数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事业 如果事业发展不好 也就意味着财运不佳 这类人赚钱能力不强 而且好吃懒做 缺乏进取心 总是特别安于现状 事业线短的人没有长远的目标和规划 总是抱着过一天少一天的态度 在工作当中缺乏斗志 一旦遇到困难就很容易产生放弃的念头 这类人没有规划 对待工作 调肥 锦授 缺乏责任心和担当 而这样的特质势必会给物质生活造成影响 使得大多数人都会面临经济窘迫 收入不稳定的局面 三 理财文混乱 理财文混乱就代表此人难以累积财富 事业方面也难有所成 理财文代表一个人对待金钱的态度 以及挣钱的能力 如果文路混乱 代表此人毫无理财观念 对待金钱总是随心所欲 大手大脚 花钱如流水 同时他们在生活中也好吃懒做 不愿意花心思去学习 更不用说去学习如何理财了 这类人总是坐享其成 想要不劳而获 如果不摆正心态 不努力学习 就只能一辈子平庸下去 怪不得任何人了 四 成功线弯曲成波纹状 成功线在我们手下也被叫做太阳线 代表一个人的成功运势 以及人缘而关系 通过这条纹路的形状 可以大致判断出此人成功运势的好坏 成功线弯曲而且成线波纹 代表这个人一生将过得比较曲折 他们天生善渡 凡事喜欢抱怨 在学习方面不善于规划和研究 而且喜欢在人前夸夸其谈 滑而不识 给人非常不踏实的感觉 所以在交际方面也难以拥有好的人缘关系 有句话叫朋友多了路好走 拥有这种手向的人很难解释到真心的朋友 遇到困难也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 所以在事业道路上 屡不为奸 注定一辈子将碌碌无为 五 无名指短小 无名指短小 代表小时候得不到父母亲朋好友的疼爱 家庭并不和谐 而且如果无名指比自己的食指还要长 说明有做生意的头脑 说不定还会发一次横财和意外之财 功利心比较重 赚钱的方式花样百出 只要是能赚到钱的工作 都会去尝试去发掘 总是被利益驱使自己的内心 在工作上投机取巧的心理也会不可避免的 凡是想着怎样提高效率 却忽略了质量和过程 认为达到目的速度最重要 这样的人以后在金钱上很容易吃亏 六 手指弯曲 手指弯弯曲曲也会劳碌命的象征 这样的手指常年埋头苦干 不过也有财运会降临在自己的头上 抓住机会 就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 改善生活质量和现状 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 所以要头脑灵活 善于看清局势 所谓时事造英雄 那也要看哪种英雄 英雄好不好当 人就是要在大形式下认清自己 七 手录青筋 导文凸显 一个人的手掌中找有多条明显的青筋 而且连续持续三个月以上 就要小心自身的债务问题了 这种情况可能是会使自己的金钱遭受损失 由下网上向中指方向延伸的事业线上有导文出现的人 往往会因为工作或事业的失败而欠下累累债务 如果一个人的事业线末尾向后延伸到了指缝 则表明他无论怎么努力奋斗 积攒一生的财物到最后都会尽负东流 八 手掌平且薄 手掌薄肉少 摊开手掌中心很平 这样的手相说明这个人的人生平中没有财运 没有遇到横财也没有发意外之财的机遇 在工作上胜任不了公司里比较重大的任务 财运就这样被挡住了 成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打工仔 每个月的微博收入勉强支撑自己的生计 一生存款比自己的脸还干净 到了晚年的时候还要自己出去干活才能安享晚年 总之这辈子忙忙碌碌碌碌碌无为发不了财 九 天生长有六个指头 手相学认为手掌的形态代表此人的先天运势 手掌天生破相是很不吉祥的预长 所以天生六指的人通常会被相师断定命中充满坎坷 但从一些数据看 出现六指的情况多数由遗传性的基因突变引起 在手相学中天生六指的人通常在少年时期的运势较不好 不过只要通过积极努力 中年之后的运程就会有大的感官 十 长色不佳 手指柔弱 手掌上长有青筋 看上去十分明显 气色血色也不是很好 这种人在生活中极易破财 需要特别提防 金星秋暗黄的人近期可能会有财产流失 需注意 拇指柔软的人亦因轻信而遭人利用 导致钱财损失 生命线末端呈现流苏型的人 年轻时还有些钱财 但晚年又会散财 事业线呈现出二灰色的人 性格上有很强的自我意识 待人处事比较自私 很难保住到手的财物 十一 食指过短或者过长 食指较短的人一般都没有强烈的上进心和责任感 个性也较为消极 平时也是得过且过 对待金钱态度淡漠 食指较长的人生性顽强 有强烈的好胜性 如果一个人的食指非常长 在人群中会显出高傲的姿态 经常喜欢出风头 对于他人也常摆出一副遗旨气势 财大气粗的样子 这种性格往往使他们留不住金钱 十二 指缝宽 在首相学当中 指缝比较宽的人往往被认为是握不住财 因为指缝太宽 就像是杯子破了一个洞似的 里面的水会不断地从洞中流出去 也就意味着钱财会从指缝溜走 指缝宽的人可能有着一定的挣钱能力 在赚钱方面很有自己的头脑 但是想要守护好这些财富 却是极其困难 因为这类人大多缺乏理财观念 花钱大手大脚 没有节约意识 在消费方面不懂得节制 所以很容易出现浪费的情况 而这种不良的消费习惯也会给他们的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和压力 越是年老越是拮据 人的命运是有很多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相只是其中的一小小部分 虽对人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但却不足以左右全局 大家参考即可 不要太过依赖 尤其需要记得的是 无论命好命坏 关键还要看个人是否努力不懈 只要有战胜一切的勇气 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即使过不上富贵的生活 衣食无缺是没有问题的 俗话说一针钱难倒英雄汉 可见钱财与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 它是我们物质生活的基础 也是我们追求高品质生活不可或缺的助力 有的人出身富贵 天生不为钱财二烦恼 有的人凭借自身努力 最终也能富贵满盈 却也有人一生穷困潦倒 今日透天机首相来看一下 哪些人财运好 财富多 一 手不多弱 手上肉骨均匀的人是福人之相 一生福后 衣食自来 一生不曾劳累辛苦 气韵自来变很强盛 这种人生活悠闲 无忧实录 为大忌之相 二 手中圆宝文 圆宝文是有两条或三条主线 分别为感情线 智慧线 生命线 加其他的一些辅助线 形成的抽象圆宝图形 既然文宝一般为上宽下宅 犹如梯形 船形或盆形 圆宝形状越大 代表财产也就越多 如果四处封闭 四脚不漏 属于很好的财库 代表着很强的聚财能力 生活中收入高 也很容易存着钱 真所谓古像书中所言 圆宝在手 车房尽有 三 手心存水 当我们摊开手掌的时候 掌心名堂之处明显 地窝凹陷的人 一般都能发财发达 成为人中之龙 那么真正的手心存水 到底怎么看 通常 手掌自然伸直 伸平 似至合拢 然后往手心上倒上水 如果掌心之水 能不流走的 才是真正的手心地窝 这样的人可是万中无一 必成富贵之人 名利双收 只日可待 四 智慧线有分叉 智慧线人文末端 有向上的分叉 奔向水行秋 指于小指下邦 此文称为人文金叉 如果你手掌有此文 命里定有一笔不小的横财 有这种手相的人 一般都具有理性思维 其人对金钱既眷恋又名略 而且都有极强的赌博心理 再配合流年强韵 常常一不小心就能赚大钱 第二 从手指看个人性格 切记小心四肢紧闭的人 手是我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工具 在我们的衣食住行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要想知道一个人的性格 我们可以从他的手指中看出来 毕竟每个人的手指都是不同的 手指紧闭的人的性格怎么样呢 一 四肢紧闭 如果说一个人的手指是四肢紧闭 并且屈腹中指的话 有这种手相的人 大多都是一个一意孤行 且自明得意的自大之辈 遇到要多加小心 二 每个手指都长 如果说谁的手指的都比较长的话 就说明此人心态方面比较好 而且做事情都比较细致 还很注意自身的意表 但是如果说一个人的手指都特别长 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和谐的 有这样手相的人就说明 此人是一个过分注重细节 吹毛求疵的性格 三 每个手指都短 如果说谁的手指的都比较短的话 就说明这个人是一个做事情果断迅速之人 而且还敢做敢为 不过由此手相之人 因做事过于果断迅速 不免会出现急躁的毛病 但是如果说一个人的手指都过短的话 就说明这个人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伪君子 虽然也会具备一点以上的优点 但是也不会比伪君子好太多的 四 手指弯曲 如果说一个人的手指比较弯曲 而且还比较难看的话 就说明此人大多都是一个性格残暴之人 如果再配上掌心又比较差的话 就代表着此人多会有一些犯罪倾向 五 手指向内弯曲 如果说一个人的手指是向内弯曲的话 就代表着此人大多都是狠毒 残暴之人 但是如果有这类手相之人的指身文秀的话 就说明此人不仅不是残暴狠毒之人 反而会是一个有深谋远虑之人 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 其中我们的手指有长有短 有胖有瘦 根据每个人的体型不同 我们手指的形状也是不同的 第三 从手相看一个人是否能婚姻幸福 一 夫妻宫肌肉饱满 气色光润明鲜 这类人配偶相当聪慧贤淑 丈夫则是温柔体贴 夫妻生活美满 感情佳 如果再眉毛与眼睛大小宽窄相配的话 那么就是狼才女貌的上号婚姻 二 夫妻宫位置低限 六少皮包俗话说尖门蛙 嫁两家 尖门即是夫妻宫 这个部位低限的人婚姻生活一生障碍 需防止离婚 早在七年内离婚 晚则中年离婚 三 夫妻宫偏狭窄 夫妻宫位置非常狭窄 代表婚姻晚或者二婚 如果嫁的人年龄偏大或者晚婚 婚姻能勉强长久 如果嫁的人与自己年龄相仿的 则婚姻多坎坷 四 夫妻宫见清经浴室配偶多病 或者最近运气不佳 五夫妻宫眼尾朝下抠门吝啬时期最大特征 眼角比较朝下的面相 往往怨天尤人 专门看对方的短处 婚姻生活中难免出问题 六夫妻宫有黑斑或疤痕 如果正常的胎记就没有问题 不会影响婚姻 如果是后天形成的四斑 就是婚姻不佳的标志 双方以吵架出轨 七 夫妻宫肤色较黑 或者原来白 后来变非情感不劳和导致婚姻不幸 结婚多次 或者甚至孤独终生 八 夫妻宫见于伟文十分劳碌 无瑕顾及感情 终会导致老眼纷飞 夫妻宫的于伟文特别深的话 就是二婚或者多婚的符号 九 夫妻宫皮肤光滑出油 且较白较后容易解敌脸或者老烧脸 因其性欲旺盛 容易导致众多异性介入其生活 很容易无为第三者 夫妻宫到了年龄偏大的时候 依然光滑无痕的代表多情多欲 十 夫妻宫有时自闻会用无力征服异性 而且凶狠无比 容易出现家暴 肩门破相婚姻有始无终 遇事难以白头偕老 两个人之间投缘度通过手相就能看出吉凶 想知道你和他是家有天成 还是一对冤家吗 一互相体贴的一对标准型的感情线 及深入食指与中指之间的感情线算是标准型 谈恋爱是不太敢表白自己的情感 所以是相亲结婚型 婚后会相互体贴 爱情淋身 至死不渝 如果智慧线下降 就更为圆满了 二 能互补任性爱情的一对标准型 与常常伸出的感情线及感情线 伸长到木星秋 表情爱深浓 一直坚定 不管谈恋爱或结婚 都喜欢以自我为本位 相当任性 婚后不久 吉祥生儿子育女 这样的人若能配一个拥有标准感情线的对方 会自然产生容力 体贴对方 即使生活里碰到挫折 也能很快恢复如常 三 互补爱情的一对 标准型的感情线与短感情线 终极大致说来 感情线停在土星秋的人 较容易心交奇迹 谈恋爱总以自我为本位 情感起步相当大 拥有标准感情线的人 一旦结婚会很体贴对方 所以可弥补对方的任性 建立圆满家庭 如果男性的感情线短 可能会因不满对方 而在外拈花惹草 似虽有情但倔强的一对 常常的感情线 凶感情线愈长 表示情爱愈深 也有实行力 但如果对方不肯轻易让步 可能就起反感而意气用事 如果双方的感情线都长 会因不肯轻让而宿主于暴力 但如果一方智慧线上升 一方下降 则意外的能情投一合 无个性相反 却美满的一对 长长的感情线和短短的感情线 终极感情线 如果伸到木星丘 表示处事积极很能实践 若停在土星丘上 则表示感情不稳定 神经兮兮 固有以自我为本位又韧性的地方 虽然偶尔也起争执 但利用情投一合来互补 情感的凝结力还是很强 六无法维持长久的一对 短短的感情线 凶感情线若停在土星丘 大多以自我为本位 做什么事都是三分钟热度 所以你对他可能有好感 但他却是毫无反应 如果双方都有这一型的感情线 即使结合了 也很难为续长 其个性都倔强的一对 段长寻感情线与智慧线合一 侧相略过 是典型的段长 很有性格也很执着 又有经济观念 不管怎么说 他都是拥有一技之长的人 他可能起两极端 胜了救卫王 败了救卫寇 甚至落得精神分量 如果两个人都是段长 就不能互相弥补了 8 适应独霸型对方的一对 段长和标准型的感情线 极段长的人大多身怀一技之长 经济上很能获得成功 他的爱情是单方面的 只要爱上对方 一定不择手段 想得到有点冷热无常 若想与这型人配合 当以个性温和 适应李强的标准型为佳 标准型的人 最能弥补喜欢走极端的 对方的缺点 久能化解对方顽固作风的一对 段长和长长的想情线 终极段长的人头脑好 虽然顽固 却经济充裕 很可能在实业方面有大成就 只是他总喜欢把钳字挂在嘴边 贪得无厌 沐星秋发达的感情线 多的是有行动又能领导的人 很能化解段长者的顽固作风 持个性骑士的一对 段长和短短的感情线 凶段长 感情线短的人 很不懂得忍耐 为人任性 说话老实不让力 怎能好好相处呢 只是段长的人相当能干 长阴不怕风险 而在实业方面有所收获 虽然要忍一忍就可以和好相处 但问题是叫他们忍一口气 真比登天还难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事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